今天凌晨四点多,当大家还在睡梦中时,昨天沉寂了一天没有发微博,的黄一青却忽然更新了一条微博,趁自己被人在饭里下毒,医院昏迷洗胃刚刚强就过来,并表示人抓住了,我还活着。 后来又在评论区回复别人称,如果我哪天不发微博了,说明我死了,就是被那谁害死的。 插句题外话,这条微博,他会不会后面又删了? 不过围观群众们对于他这一爆料,却都表示不感兴趣,怎能骂他是不是吃药吃不多了,还是吸毒出患者魔杖了。 这段时间黄一青手手自摸主持人可是一路高调的狠,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发微博,但是前天却发了条让路人都觉得看了牙痒痒痒的微博,为了证明自己爆料的真实性,他竟然发誓趁谁撒谎谁死女儿,被冒惨,大家都不明白,自己喜欢脚筋是非东就算了,还拉女儿入局是怎么个事? 这都2018了,主持人会放着独领风骚,那微博砸嘴杖不干,干这种最下流的报复事情吗? 黄一青这是真的被害了,还是真的是幻想被害了?